那请弟兄姐妹打开周报的第二页 我们今天要按着经文的顺序 在大年初一那一天 我讲了《使徒行传》第二章 那今天我要继续来讲《使徒行传》第三章 我们的题目是 为什么稀奇 为什么以为 为什么稀奇 为什么以为 许多年前有一位因为车祸 造成永久性伤害 按照医疗无法回复的弟兄来找我祷告 我常常为他祷告 我也陪他一起祷告 求神不仅医治他的心灵 因为他的心灵受到非常大的创伤 我们也常常在一起祷告 求神医治他的身体 能恢复身体正常的功能 那就这样子很多次 每次碰到我 他一定要拉我 跟我说李长老为我祷告 我就非常认真的为他祷告 几年之后 那天又碰到他了 他这一次走过来很生气的 就对着我说 他就说 我不要再相信神了 他说因为神到现在 还不肯医治我 他说圣经里面不是记载 神能够完全医治人 神没有这样子 圣经里面有这个记载吗 我说有 神能完全医治人 他说为什么不医治我呢 他就很生气 那一天我还是拉着他 我就说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祷告完他就走了 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基督徒 也曾经听过在医治大会里面 在医治特会里面 某些人在现场立即得了痊愈 而且疾病得到完全的医治 我们更常听到的是 某些人或某个人 得了什么疾病 会有什么困难 但是在传道人 长老 牧师 甚至弟兄姐妹 甚至有人自己 为自己祷告 安守祷告以后 就全然好了 或者不再吃药了 或者不必做手术了 或者可以怀孕生子了 总之令人高兴的事情 总是很真实 很真实 当然我们当中的人 一定也有些人有经历 或者被神医治了你的身体 或者被人告知 你的亲人或者你的朋友 或是来告诉你的弟兄 他得了什么疾病 然后我们祷告 或者你就好了 或者他就好了 而且你也真的经历到 这是神的医治 弟兄姐妹 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这么少 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还是你说 这会不会是异端 刚刚才讲完异端 对不对 来 你曾经亲身经验 或者亲眼看到 或者某人讲的 你真的相信那是真的 看到人的疾病 包括你自己的疾病 被医治 不管大病小病 你有这样子的经验 这样子的经历 或这样子的相信的请举手 我看看多少人 我看看我们教会多少人 我情况下蛮多 蛮多 感谢主的恩典 感谢主的恩典 有一次 我到医院为我们教会的神弟兄祷告 我们当中大概有 上百个人认识这个神弟兄 他现在常居在美国 台湾 美国两地飞 他得了心脏病 那血管堵塞很严重 很严重 好几年他在看心脏病 常常跟我说 要我为他祷告 后来有一天 他很认真的打电话给我 跟我说 说李长老 他说我被医生讲到真的不行了 医生说 再不去做装支架的手术 他就不管我了 假如出了任何的事情 他不管 他不管 他就跟我说 他必须去做支架的手术 我就说好 他就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 他说支架有好几种 你知道不知道 我不知道 他就跟我解释 多少钱 多少钱 上要的 不上要的 我都不懂 我都不懂 他就跟我说 一支多少钱 两支多少钱 他就跟我说 他说求主要帮助我 他说因为我没有那么多钱 我退休了 所以我就不能装太多的支架 太好的支架 你就为我祷告 我就说好 他说医生已经警告我一年 然后最近呼吸不到空气 感觉上 他说我必须去医院了 就到台大去 就在台大 我就跟他说 你什么时候要做 那个手术要放支架 他说明天早上八点钟 我说我七点钟就来 他说不要来 他说你不要来了 他说你在家里祷告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跑来呢 他说我们的神是 你在家里祷告 耶 他听的 我说可是按我们教会 谁牧养的 如果要做手术 我们要去现场祷告 现场祷告 他就说 可不可以有例外呢 他说你就不要来 让我们很紧张 我说我去不是你更平安吗 那后来我就去了 就去了 去了那天他已经换好衣服了 七点多 七点多就把他 夫妻两个都在那边 都六十几岁了 我就过去 我就抓着他 我说我们来祷告 那我祷告 那是这样子 你问我相不相信医生 我当然相信医生 我自己生病 我都看医生的 我都看医生的 可是如果要为病人祷告的时候 医生所讲的资讯 我就拿来当作参考用 不能拿来当作决定的因素 不然我就不用祷告了 对吗 所以我就跟神祷告 我就抓着他的手 就跟神祷告 第一 我就祷告很多次 我就说第一 求主医治他 等一下进去 心导管手术是非做不可了 可是求你让他进去之后 他的血管里面 全部都是通的 那完了 第二 我都跟主说 如果不是这样 求你让他装支架 装一支支架 而且要装对位置 你知道支架差一点点都不好 第二 我求主让他装一支支架 如果不行 就尽量少装支架这样 祷告得很理智对吗 而且神也有一个 次序可以遵循是不是 你看人就是这样 人很想掌控 人很想掌控 祷告完了我就走 我就走 结果 结果 下午三四点 那个姐妹打电话给我 跟我说 李长老 李长老讲不出来 我就心想说糟糕了 糟糕了 这下子一定发生什么事吗 我就拿了电话 他就跟我说 李长老 他说结果不是这样 我说不是怎么样 他说没有装支架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医生进去看 两个血管全部都是通的 医生都不相信 医生都不相信 就跟他说怎么会这样 他就说感谢主 这位弟兄到现在 到现在 到现在 还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前几天 他过年 他来台湾 他出国前 他说要跟我看 跟我见面 那天教会没有人 因为过年 我们就约来教会见面 他就跟我讲说 神怎么样的恩待他 他现在心脏很好 怎么样 感谢主的恩典 亲爱的弟兄姐妹 其实那一天 我很诚实地说 我完全没有信心 我是真的完全没有信心 因为我就是跟神这样祷告 可是他们跟我说 那天你走了以后 他说我们已经有一年的时间 没有跟神说要血管通 那现在要进去了 怎么还这样祷告呢 后来他们夫妻两个就说 我们要这样祷告 因为他们平常是讲台湾话流利的 他们就两个人夫妻握着手进去之前 他们用这样的话跟我说 他们说 听得懂吗 他就翻成国语 就是我们拼命祷告 求神医治我们 那是神得了医治 他们得了医治 神给他们得了医治 感谢赞美主 可是我说 我完全没有信心 那到底在今生 我们的路上遇到疾病苦难 而求神的时候 神会怎么样的回应呢 而疾病得医治 苦难可以过去 是不是我们今生祈求的重点呢 到底神今天 还施不施行神迹式的医治呢 是不是行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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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神会这样做 因为我们的经验都是这样 神一定会 因为我们当中有太多的经验 告诉我们神这样做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认识我父亲 我父亲就是得了肺腺癌 后来到肾里面去 后来开把肾拿掉一个 里面是肺腺癌 为了这个缘故 我们教会曾文艺医师还跟我说 很多年前就跟我说 那时候我爸爸刚刚好 没有多久了 他就说把他所有的病例都调出来 写一本书 他跟我说 医生鼓励我们写这本书 这不是做医疗的反宣传吗 听得懂吗 可是医生说 这个就是我们医疗的限制 这就是我们医疗的限制 我们当然要看病 我们当然要找医生 可是神在今天照样行神迹 照样行神迹 所以当然有这种事情 那么神如何施行医治呢 祂为何施行医治呢 祂为何要施行医治呢 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明白 为什么那一次的祷告 神垂听了医治了这一个人 可是我们这一次的祷告 神又没有任何的动静 神又没有任何的动静 到底可不可以归纳出 一个可遵循的法则呢 今天我们按的顺序看到 使徒行传第三章 请你翻开使徒行传第三章 使徒行传第三章 在这个初代教会 彼得医治病人身体的记录 我们要来看看到底当时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从这边来看 到底医治在今天 是怎么样的状况 请我们来翻开使徒行传第三章 第一到第十节 如果你是教会的圣经 在166页 166页我们请翻开 使徒行传第三章一到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到十节 我读一节 请你们读一节 我们读完 请你读完 第三观念就要记住了 所发生的事情 第三章第一节 生出祷告的时候 彼得约翰上圣殿去 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 就求他们周记 那人就留意看他们 指望得着什么 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 他的脚和怀子骨立刻见状了 百姓都看见他行走 赞美神 好 这是使徒行传第三章的一到十节 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的记载 在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成立之后 门徒就过着美好的团契生活 他们有些人比较有钱 就把钱拿出来 大家一起公用 他们一起敬拜神 他们在一起剥饼 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 然后圣经上说 教会里面有许多的神迹歧视 因为这个缘故 他们就敬畏神 他们就惧怕 惧怕比较好的翻译是敬畏 他们就敬畏神 然后主将得救的人数 天天加给他们 这个是描述他们的状况 以后第三章就记载了 一个当时发生的事情 有一天 彼得跟约翰就上圣殿去 就在美门口 遇到一个生来是瘸腿的 看来他在那里是要在做乞丐 那他希望别人周记他 他们看到 他看到彼得跟约翰的时候 就求他们周记他 彼得约翰定睛看他 彼得说你看我们 那个人就留意一看 原来大户来了 对吗 你去施舍 或者是你去救济 那一个乞丐的时候 或他住在那边的时候 因为他是坐着 你去的时候 你会不会叫他说你看我 你会不会这样讲 不会 因为如果说你看我 就表示你是大笔的 对不对 小笔的就不用看 是不是 你说 他说你看我们 那个人就留意看他们 指望得着什么 彼得说 金银我都没有 那人心里想说 那你何必讲呢 没想到彼得跟他说 我把我所有的给你 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叫你起来行走 这里仔细记载医治的过程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不仅有医治的过程 一直写下去 整个医治的这一件事情 圣经记载这件事情 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当教会成立之后 我们知道圣灵一来 教会就成立 这件事情记载下来 有一个非常大的意义 那就是在旧约神自己 行神迹奇事 对吗 在旧约神有没有行神迹奇事 有 有有有有 你对圣经不熟 神有没有借着摩西行神迹奇事 有没有 最少有几次 十次嘛 我们知道最少有十次嘛 对不对 后来出去的时候还有没有 有 多的很多的很 神有没有借着 约书亚行奇事 有没有 那不然的话 耶利哥同怎么会自己倒塌呢 对不对 那约书亚还行了很多神迹奇事 有没有一天 约书亚祷告 日头就不动了 有没有 有没有 有吗 你相信不相信 这么小声 神让天空 太阳也停住 月亮也停住 约书亚 当然是神行的奇事 不过我们就简单讲 约书亚就行了奇事 请问众先知 有没有行神迹奇事 有吗 有吗 对不对 以利亚有没有行神迹奇事 以利沙有没有 多得很 多得很 以利亚让马先跑 然后他再追 最后谁先到 以利亚先到 你看 这是神迹奇事 所以很多很多 那是在旧约的时候 请问主耶稣的时代 主耶稣有没有行神迹奇事 有没有把水变成酒 你叫李金渊便便看 对不对 不可能嘛 是不是 他有没有在水上行走 有没有叫死里复活 他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 证明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你知道 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 圣灵就借着使徒行神迹奇事 这个叫做有接续性的传承 听得懂吗 所以这件事情 说明一件事情 圣灵就是耶稣向神祷告 然后神所拆来的圣灵 那就把它接起来 接起来 这个使瘸腿起来行走的神迹 是旧约的应许 旧约约尔书那里说的 也是主耶稣做过的事情 那这里彼得约翰 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不是奉自己的名 他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就叫生来瘸腿的人起来行走 目的是让当时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儿子的众人知道 耶稣虽然去了父神那里 可是耶稣的祷告神垂听了 神垂听了 圣灵已经降临了 住在门徒当中 住在我们当中 永远与我们同在 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也是让我们可以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那个 在我们心里面的职 就是在我们心里面 动工的那一位 以应验耶稣自己做的 自己说的 说他若 我若去他就来 他进到你们当中 有许许多多的事情 并且叫你们认识我 叫你们想起我 对你们说的许多的话来 而且因为这个缘故 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 这是耶稣自己说的 所以你知道这一个神迹 有一个传承的作用 换句话说 今天在教会之中 可不可以有病得医治 神迹医治的神迹 可不可以有 当然可以有 你一定要说有的 因为有一天你会需要 你听得懂吗 现在一直引导你 赶快说出信心的话 你还不肯说 就说我要再研究研究 我在研究研究 你不要等到那天再研究 今天就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就有了 这不仅有圣经的根据 我相信我们在座 许多基督徒 都有实际的经验对吗 去年我在这边讲道的时候 我跟你们讲说 我五月接到一个电话 她说她的太太怀孕了 我吓坏了 因为她是一个无精症 后来她说她太太怀孕了 那她就很开心 那我一方面也很开心 一方面我却有疑惑 我却有疑惑 那疑惑的不是 神能不能做 神当然能做 可是人也能偷做 对不对 听得懂吗 所以我就 我真的跟她这样讲 我就觉得说 做传道人做到这样 大概也很少人敢这样做 我就去跟她讲说 这个孩子可能是神赐的 但是要排除人为的作为 你知道那个弟兄看着我 就说对对对 我也跟她太太说 我说你说 这个孩子是你先生的 我相信你 不过等到孩子生下来以后 为了这个件事情 我11月4到7号 特别飞到香港 去看这个孩子生下来 后来神真的 神真的 我想提醒我 讲客气是提醒我 另外就是神就 我也不敢说神警告 因为神大概不会用 警告的方式 神让我看到一个 非常奇妙的事情 你知道那孩子生下来 才两个小时 照一张照片 那个妈妈当然高兴 抱着她的儿子 刚刚生下来的 那个孩子生下来 就很成熟 很怪 两个小时 你知道有的小孩子 两个小时之后 皮肤还是皱的 对不对 她的皮肤都已经 好像碰起来 很干净 两个小时 她妈就抱着 然后她的爸爸 就靠着旁边 三个人照一张照片 要做纪念 然后她爸爸的头这样 她的儿子头也这样 就这样照着 因为她爸爸要靠过来 她的儿子就是靠着她妈妈 就这样子 妈妈躺在床上 妈妈抱着孩子 爸爸靠到旁边一照 你知道那两个脸 照在一起 那个儿子跟她爸爸一模一样 你知道很多小孩子生下来 不像爸爸也不像妈妈 对不对 然后长大突然像妈妈 对不对 过了几年又像爸爸 有没有 后来又像妈妈 有没有 向来向去 向来向去 有没有 他这个儿子 他这个儿子一生下来 非常像她爸爸 你知道那耳朵这样子平行 就这样子 那耳朵这样子平行 然后那鼻子这样子平行 平行 这种标准的涮头鼻 涮头鼻 那耳朵好大 还不到招风耳 不过耳朵很大 你知道我看到那个照片 我非常的感动 感恩 神奇妙 伟大 也为我自己的小信 非常的责备 不过 我也怕有人作假 对不对 可是 我们就看到神迹 问题是 问题是 圣经的根据 我们也有了 因为圣经上有这样讲 实际的例子 我们也看过了 我相信我们当中 有很多人有见证 但是究竟神 为什么要医治人的身体呢 为什么要医治人的身体呢 你知道这个身体 医治完了还是要死 对吗 对不起 这样讲大家又不来高兴 不过真的是这样子啊 为什么有些人得医治 有些人却没有得医治呢 为什么呢 这样不公平嘛 那怎么样才确定 这个人得医治 那个人不得医治呢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甚至同一个人 那一次得到医治 可是这一次 却没有得到医治 那又是怎么判断的呢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圣经记载一件事情 他一定有答案的 他答案就在里面 今天就是我们找不到 找不到 可是这里有一句话 非常的重要 请我们一起来读 使徒行段第三章里面 有一节经文 非常的重要 就是彼得所说的一句话 在第十二节 第十二节 那这是整个key verse 就是一打开这节 就解开来了 我们来读第十二节 十二节 我读十一节 好不好 那你们来读十二节 十二节 那人 就是被医治的那人 那人正在称为 所罗门的狼相 拉着彼得约翰 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 很绝稀奇 当众人都因为生来瘸腿的人 可以走着 跳着赞美神 而惊讶 而稀奇 而聚集的跑到他们那里 就是彼得 讲话实在是 很不留情面 我问你 这个时候 大家都这么开心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说 感谢赞美主 对不对 还说什么呢 你走得还好吗 对不对 还习惯吗 我们应该这样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彼得 这个老兄 向来做事就是很鲁莽的 从以前开始就是这样 不是现在才这样 人家正在高兴的时候 他泼冷水 他怎么说呢 他说以色列人 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 难道不稀奇吗 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 为什么定睛看我们 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 和虔诚 使这人行走呢 稀奇什么 当彼得医治了这个人 或者说神界的彼得 医治了这个人之后呢 那彼得怎么说呢 来来来 我们先想想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做了这件事情 我们心里面怎么想 心里面沾沾窒息 可是外面呢 要假装谦卑对吗 你们都不是这样 可是我们心里高兴不高兴 我们为一个人祷告 或者我们为自己祷告 你知道那个非常高兴 原来神是这样 原来社会医治 可是彼得说什么呢 他说以色列人 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 稀奇什么 绝对的可以行走 还不稀奇吗 弟兄姐妹 生来绝对的人 可以起来行走 稀奇不稀奇 那为什么彼得却说 你们为什么要稀奇呢 第二 他说你们为什么要以为呢 他说你们为什么定睛看我们 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 使这人行走呢 那意思就是说 他们一方面很稀奇 说怎么会这样 大家就这么讲嘛 大家围过去说 怎么会这样呢 你 真的是你耶 你怎么会走路了呢 你怎么会走路了呢 你知道当一个人 他的身体改变的时候 一个人的腿本来很瘦 后来变成完整的时候 这个人整个都变了对吗 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姐妹 很久没看到她了 碰到她 我就跟她讲话 我一直就 然后我就跟她说 可是我 因为是一个姐妹 我们又不好意思说什么 我看到她 因为她很熟 我看到她 怪怪我就跟她说 你怎么了 她说我怎么了 我说你怪怪的 她说哪里有怪怪的 后来我就走 这车走到几步 我一回就说 你割了双眼皮 你割了双眼皮 她说我哪里有 她说哪里有 后来她跟我承认 说她有了 她说我哪里有 你知道吗 她说我哪里有 我说没有吗 我说觉得怪怪的 因为一眼看不像你 我问你 一个人做了拳口的牙齿矫正 脸变不变 我问你 这个瘸腿的人 他站起来行走 你觉得这个人会不会变 我问你脸都变 很奇怪 因为你都是这样看他的 你知道吗 他突然站起来 你这样看他 那脸就变了 因为角度不一样 一方面他们觉得这个人 变了 走着跳着赞美神 愁苦的样子 跟喜乐的样子 脸一样吗 不一样 他第一次会走路 从来没走过路 高兴得不得了 高兴得不得了 可是彼得又说 你干嘛看我们 有没有 跟彼得这个人 为什么定睛看我们 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 叫这人行走呢 弟兄姐妹 这个 这一节经文 这一节经文是 整个一字的key verse 就是最重要的要节 最重要的要节 你以为什么 以为这个是 彼得的能力跟进前造成的 难道不是吗 弟兄姐妹 难道不是因为彼得的能力和进前造成的吗 难道不是吗 不是喔 那干嘛今天追求神医呢 今天我们为什么去找神医呢 因为他们 比较会祷告 他们比较进前 他们比较有能力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可是彼得说不要吸气 彼得说不要误任 不要吸气什么 请你看我们的讲义 周报第二页 不要吸气 不要吸气 不要吸气什么 请你写下来 请你写下来 然后我就告诉你为什么 圣经上是这样说的 说复活的主 能使人的身体全然健壮 请你写下来复活的主 复活的主 复活的主 能使人身体全然健壮 彼得向百姓说 这有什么稀奇的 如果一个生来瘸腿的人 可以一起来行走 有什么稀奇的 为什么彼得讲得那么理直气壮呢 为什么彼得讲得如此理所当然呢 为什么彼得觉得一个生来瘸腿的人 可以起来走着跳着赞美声 不太稀奇呢 为什么彼得这样讲呢 彼得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为什么觉得这不稀奇 为什么不稀奇呢 来读十五节 圣经第十五节 三章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读十五节 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 因为彼得说 耶稣是生命的主 耶稣是生命的主 耶稣虽然被杀了 可是我们见证 彼得说我们见证 我们看过 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注意听 注意听 如果我们所相信的 如果你所相信的 如果我所相信的 我们心里面的那位 主耶稣基督 是复活的主 生命的主 注意听啊 我说如果 你所相信的这位 是个复活的主 生命的主 那我们这些相信他 跟随他的人 如果我们有病 在神或者主耶稣的同意下 我们可以身体全然的健康 值不值得稀奇 稀不稀奇 稀奇不稀奇 稀不稀奇 就不稀奇了嘛 听得懂吗 那这是彼得说的 这是彼得说的 这有什么稀奇呢 这有什么稀奇呢 他说 他是生命的主 他被杀了 又复活 如果 在他的同意之下 我们的身体健康 这有什么稀奇呢 死人都可以复活 死人都可以复活 何况生来瘸腿的人 可以起来行走呢 彼得的逻辑是很清楚的 你知道 这个人没读什么书 可是他跟随神 跟随很久 他知道这个东西的 彼得的讲法 配合当时 生来瘸腿的人站起来 走路的那个说法 很能够说服当时的人 就是生来瘸腿的人 可以醒来行走 不是太稀奇的事情 不是太稀奇的事情 其实彼得这样讲 或者我们说 在圣灵来到他们当中 彼得因着圣灵 给他的能力 做出这样的事 一点都不稀奇的缘故事 我们主耶稣在地上 也做过一模一样的事情 请你看 路加福音 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 我特别选路加福音 是因为路加福音 跟使徒群传同一个作者 同一个作者 当路加在这段历史的时候 他一定想到 他以前写过的这一段 哪一段呢 就是有一次 主耶稣在那里讲到 大家都跑来听到 就有一个人 有四个人 抬着他们的朋友 就来贪子 贪子来 因为人太多了 进不来 他们就把屋顶打开来 从上面把 那个病人坠下来 坠下来的时候呢 耶稣说了一句话 他说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注意听话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贪子说 小子你的罪 射了 你的罪射了 他说小子 你的罪射了 哇 那些法利赛人 就不高兴了 他说健忘的话了 怎么可以有人 设人的罪呢 怎么可以有人设人的罪呢 他说超过他能说的话了 所以那些人就议论耶稣 议议耶稣 发生什么事呢 发生什么事呢 我们来读路加福音五章 22到26 周报上面就有 周报上面就有 22到26 22到26 来 我来念一节 你们来念一节 22到26 22 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 就说你们心里 议论的是什么呢 但要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 有赦罪的权柄 就对贪子说 我吩咐你 起来 拿你的褥子 回家去吧 26节请 好 刚才我们说 彼得说的轻轻松松的 说什么呢 说复活的主 能够叫人身体健康 这个没有问题 而当他这样讲的时候 讲到这个时候呢 其实耶稣在地上的时候 曾经做过一模一样的神迹 一模一样的神迹 甚至比他还更严重的 因为这个人生来瘸腿的 可是这个人是贪子 贪子很可能更严重 更严重 更严重 如果我们对到耶稣 所行的这个神迹的话 我们就不稀奇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那一天 那个人从雾灵上 坠下来的时候 耶稣就对他们说 说耶稣见他们的心情 就对贪子说 小子 你的罪色了 罪色了 那他们就说 你说坚王的话了 你说坚王的话 你不可以这样说 他们心里面议论 那耶稣说你们议论的是什么呢 那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 来 你的罪色了 或者你一起来行走 哪一样容易 我问你 说你的罪色了 跟你一起来行走 哪一样容易 说罪色了容易 说说我是讲真的 你不要说说 哪一样容易 都不容易 你们有容易的吗 都不容易 都不容易 可是我告诉各位 但耶稣不是 祂就问他说 你们说叫他起来行走 或者叫他罪色了 哪一样容易 祂就问那些人 那些人当然不敢讲 对不对 如果说两样都容易 那你做 对不对 谁敢说容易的 都说都不容易 那耶稣说了 祂怎么说呢 祂说但要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色罪的权柄 我请问 我们跟一个人说 你的罪色了 看不看得见 可是如果我们叫 一个摊子起来行走 看不看得见 耶稣说两个对我来说 都一样容易 一样容易 你们觉得哪一样容易 你们做做看 但是我来看 耶稣来看 两样一样容易 我做一个你们看得见 证明我会做另外一个看不见的 听得懂吗 所以耶稣说 为要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色罪的权柄 祂应该去色罪 为要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色罪的权柄 祂应该去色罪 祂说不要 祂不要这样做 祂说因为我讲色罪 你们不相信 所以我怎么办 我医治 让他起来行走 你们就知道了 你要知道 那一天耶稣本来是色罪的 对不对 本来是为要色罪的 后来他们就说 你说健忘的话了 祂说为要让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色罪的权柄 祂不是说 人子在地上有医治的能力 祂不这样说 祂说为要让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色罪的权柄 就医治祂的身体 听得懂吗 你注意记着这个观念 耶稣为了让人知道 祂有色罪的权柄 祂就医治人的身体 所以就叫他起来行走 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 你有没有开始抓到重点 请你先写下来 生命的主能赦罪也能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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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天祂用医治来证明祂能赦罪 在祂从死里复活之后 我们来看这个神迹就格外的清楚了 格外的清楚了 当圣灵来了 当来到教会的时候 因为耶稣自己是生命的主 祂是复活的主 祂叫哪一个人起来行走都不困难 祂要赦免谁的罪都有可能 对吗 来 我请你们 我问你们 看你们相不相信 神赦免我们的罪毫无困难 对吗 神医治我们的疾病也毫无困难 对吗 耶稣在地上的日子 就先做了这件事情 祂先做 祂为了要证明祂有赦罪的权名 祂医治一个人 祂意思是我也赦免祂的罪了 祂先做了这件事情 所以五旬节教会建立之后 马上彼得就行一个神迹 或者我们说神界的彼得 行一个神迹 这样比较准确 为什么 我可以告诉各位 彼得连自己能行这个神迹 都不知道的 他不知道 因为他后来有讲 这不是我做的 这不是我做的 那不然他就说 你看我有能力 我有虔诚 他说没有 他说不是因为我的能力 跟我的虔诚能做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彼得 神给他个恩典 行一个神迹 叫人起来行走的目的 就在说明 复活生命的主 能够赦罪 也能够医治 医治 如果你说 耶稣今天不能叫一个人 起来行走 如果你今天这样讲 圣灵不能够死不孕着 怀孕 那个是过去的时代 那我听过这样的讲法 所以是主耶稣的时代 是先知多的时代 是摩西的时代 才有许多的神迹 今天已经没有这些神迹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耶稣今天不能叫一个人 起来行走 如果耶稣今天不能叫一个人怀孕 如果耶稣今天不能死 得癌症的人得痊愈 请问基督徒 我问你 你的罪色了没有 听了懂我的意思吗 如果祂不能做这个 你怎么知道你的罪色了呢 我再说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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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这是彼得 彼得讲得非常清楚的 今天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的罪色了呢 当然是圣灵的感动 还要说吗 没有圣灵的感动 谁能够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对不对 有没有 为罪为义 为审判怎么样 自己责备自己 但是神很稀奇的 在我们当中 做另外一件事情 是耶稣做的 但我要叫你们 知道你们的罪色了 所以我就什么 我就医治 所以请注意听 医治是为了让我们知道 祂能 这绝对不是我讲的 你整篇读下去 你就发现 一件很稀奇的事情 很稀奇的事情 那我们先读十九节 我们先读十九节 我们就发现这件事了 十九节 我们来读十九节 十九节 预备请 所以你们 十九节我们一起读 预备请 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 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 这样那安苏的日子 就必从主面前来到 第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预备请 神既兴起 祂的仆人 就参差 祂到你们这里来 赐福给你们 叫你们个人 回转离开罪 因为这个缘故 那天主耶稣 就用看得见的医治 目的是叫人得知 罪可以在祂的恩典上面 得到赦免 今天也是如此 我请问各位 成为身体医治重要 还是罪得赦免重要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你不要搞错 罪得赦免重要 可是我问你 身体在痛苦的时候 想不想得医治 你要大声讲 想不想 你会碰到的 我告诉你 真的 我前不久 我要去欧洲以前 我就下半身都是麻 整个都是麻 已经一段时间了 后来我就很紧张 我就要去欧洲以前 一月要去欧洲以前 我就去做了那个 和赐公证 就把下面全部照了 照了医生就跟我说 下面一二节是老化 四五节也老化 我说我有那么老吗 他说因为你过度使用 不当使用 所以提早老化 一二四五 那我就说是妈的要命 那医生就跟我说 你明天要去欧洲了 他说就这样 一时三刻死不掉 这个问题不会那么严重 这个问题不会那么严重 看起来 不是这个问题造成 那是什么问题呢 他说其他的问题就不太严重 你知道医生都是先排除最危险的 叫你不去 你又不肯 你又非去不可 那我就只好跟你说说 这样子看起来没有问题 那我说我是真的很麻 我觉得那个医生不太相信我 我说我从这里 一直到脚底全部都麻 全部都麻 他说可是问题不这么严重的 那你就去吧 我就去了 还是很麻 然后回来 回来的时候还是一样 我就想说这个医生 真的是不太愿意帮助我 这样 可是就开始过年 我前三天 过年前谁带来回来 就开始过年 开始过年了 虽然还是很麻 拜访家人 或者去聚会 可是至少不是每天飞来飞去的 每天讲到就好 站的时间也不多 就慢慢慢慢 那个麻就从这里退下去 退到这边 又过了几天 又退下去 又过了几天又退下去 我做了什么事呢 我没做什么事 后来我就知道 没做什么事就好了 听不懂吗 那为什么会不好呢 因为你做了很多的事 所以就不好 后来我就知道 后来我就跟医生讲 医生说对嘛 他说那个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的那两个是个问题 他说但是主要是你太累 你太紧张 太紧绷 你的肌肉都没有休息 可是就在那个当中 十几 不止十几天 二十几天当中 我常常为我自己祷告 我稀不希望一按手祷告 马上就好 你猜我稀不希望 你怎么知道 因为换了你 你也这样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我希望按右手 按右脚 右脚就好 按左脚 左脚就好 对不对 可是我按了都没有效 你知道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 因为病好了还要再病 甚至我们当中 所有的人都一样 我们公平啊 我不是讲你啊 我也是如此 最后一天我们都要到 到主那里去 对吗 所以身体好很重要 请问有一个更重要的 就是什么 罪得赦免 因为罪不得赦免 我们就回不到父那里去 所以医治相对的是小事 赦罪的才是大事 但是我问你 如果主会赦免 我们这个大事 那么医治我们小事 神做不做 当然做嘛 这叫举手之劳 对吗 而且当他这样医治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他是神 他比谁还神啊 比医生还神嘛 我们就相信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是如果只有得医治 没有得赦罪 你要吗 知道我的问题吗 如果只得医治 却没有赦罪 你要吗 没有人要 我可以告诉你 没有人要 没有人要 虽然病的时候 我们通的要事 我们求生医治我们 可是没有人这样祷告 主帮你医治了我 你不要赦我的罪 有这种人吗 没有的 没有的 我们需要医治 我们更需要赦罪 我们更需要 这就是为什么 从13节到26节 13节到26节 彼得花了很长的时间 跟他们讲 医治是真实的 你们也看见了 可是有一个 比这更重要的 在这个世代 有医治一点都不稀奇 因为主耶稣是生命的主 复活的主 祂当然可以医治我们 祂要医治 一点困难都没有 可是目的却不是让我们 得到今生的好处 所以请你写下来 医治的目的 是让被医治者回转 离开罪恶 是让我们回转 离开罪恶 医治有件很稀奇的事情 第19节说 你们应当悔改 归正使你们的罪 得以涂抹 19节说 神既信他的仆人 就拆他到你们这里来 赐福给你们 叫你们个人 回转离开罪恶 所以医治只是神 爱我们的一种表明方式 用以减少我们今生的痛苦 其目的是让被医治的 甚至旁观者 有回转离开罪的机会 离开罪的机会 以前我们常常听说 一个人要求医治 他必须要先信耶稣 我从小就被人家教这个东西 所以我以前祷告的时候 人家为我为他病祷告的时候 我都跟他说 你有什么罪 你相信耶稣基督没有 我都这样做 这样做有很大的好处 可是后来我就发现 不仅门徒没有这样做 连耶稣也没有这样做 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以前别人告诉我说 你要替一个人医治 要替一个人按手的时候 你要叫他先认罪 否则神不会医治 别人告诉我这样子 可是我发现彼得也没这样做 彼得没跟那个人说 跟那个瘸腊的瘸腊的人说 你知道你为什么瘸腿吗 你心里有没有恶念 你要不要相信耶稣基督 没有 他只是一手一拉就把他叫起来了 耶稣医治了许多的人有没有 他有叫他们先信说 我是神的儿子 你要相信我吗 有没有这样讲 没有 所以我就发现 可能是以儿传儿 不过这些人是好意 我绝对相信的 而且我以后也会这样做 因为这些人是好意 他们说 怕祷告了以后 让那些人以为菩萨做的 好意啊 好意啊 可是我没看到圣经这样做 所以不一定要这样做 原谅我说 不一定要这样做 因为主耶稣也没有这样做 门徒也没有这样做 其实从这边 我们反而看到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当你做了这个神迹 或者神借着我们行了神迹之后 一定要把重点讲清楚 请问医治是为了什么 让我们知道他有什么的权柄 赦罪的权柄 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身体一直都这么高兴 我问你罪得赦免呢 就更高兴了 所以走着跳的赞美神 不是因为身体的关系而已 其实是当我们得了罪得赦免 我们更高兴啊 那一天那个人 其实事实上后来信耶稣了 因为到了四章十四节 那个人就跟他们走在一起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无论是有疾病的基督徒 或者对非基督徒而言 我们都应该为自己 或者为别人的病祷告 求神赐下一致的恩典 但请注意听 那不是终极的目的 终极的目的是要我们回转离开罪 如果当我们离改 悔改离开罪 或者发现神的大能的时候 我们更是走着跳着赞美神 对吗 第一 第二 彼得说不要误认 不要误认什么呢 请你写下来 神赐的信心才是 疾病得医治的原因 现在讲到 为什么这个人得医治 那个人不得医治的原因呢 因为只有神赐的信心 才是疾病得医治的原因 彼得说你为什么定睛看我们 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 能够叫这个人起来行走呢 你们为什么这样呢 彼得要那些来观看的群众 不要稀奇 其次彼得就告诉他们说 你们不要以为 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能力 跟进前叫人起来行走 换句话说 彼得不认为自己是使徒 我们要知道 彼得不仅是使徒 而且他是大使徒 他不仅是使徒 而且他是领袖 所以有叫纳人痊愈的能力吗 彼得说没有 我不是因为 我有使人痊愈的能力 彼得说 我也不是因为我比较近前 所以这个生来瘸腿的人 就可以起来行走 不是不是不是 这个跟我们现在 有许多参加医治特会的 有点的不太一样 有点的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 可能医治特会的那些 被施行医治的神医 没有错误的观念 可是我们有许多错误的观念 我们以为他们比较会医病 其实不是看他们 不是看他们 那到底为什么 那个人可以起来行走呢 读十六节 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起来行走呢 来 我们来读十六节 十六节 这是彼得说的话 我们一起来读预备 请 这个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 是因为神所赐的信心 是因为耶稣所赐的信心 是因为他的名 叫你们所看见 所认识的这个人健壮了 不是因为我们 彼得一点都没有把这个荣耀 归到自己的身上来 彼得没有 彼得没有 虽然是他行的神迹 虽然神见了他行的神迹 他说什么呢 他说他会好 这个人会健壮 他的脚会站起来 会走路 是他的名 叫他 是他的名 是纳萨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是他所赐的信心 亲爱的弟兄弟们 因为这个缘故 信心才是疾病得医治的原因 我再说 但是不是你的信心 不是我的信心 是神所赐的信心 听得懂吗 这完全不一样 不是我有信心 不是你有信心 是神所赐的信心 这个差别是什么 这个差别是 我们有时候会自以为有信心 其实不是我们有的信心 神给信心给谁 谁就有那个信心 神没有给那个人 那个人就没有信心 甚至我们都没有 神这样医治啊 因为神才是有主权的 可是如果你说 谁可以得到呢 就是他说 不是人 是神给信心 所以彼得说 你们为什么看我们呢 以为我们有虔诚 以为我们有能力 是 可能这个人 比较虔诚一点 可能那个人 比较有能力一点 但都不是这些 能够叫人从 疾病当中 起来 弟兄姐妹 连信心都是神所赐的 彼得清楚地说 赐信心的是谁 是我们信的那个名 所以是耶稣基督叫我们 从疾病里面出来 任何一个人 如果他能施行医治 神借着他 都不是因为他敬虔 跟他能力 不是 是因为神 是因为神 所以一个人 他能够施行这个医治 是因为圣灵的工作 是因为圣灵给他 有医病的恩赐 但是这个恩赐 并不是必然 可以做出来的 必须神把信心给我们 很稀奇 所以请你写下来 一 能力跟虔诚 不能使人得医治 弟兄姐妹 不是因为人的能力 不是因为人的虔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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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我到 东湖礼拜堂去讲道 讲道完了 他们传道人就跟我说 李长老有一个人要见你 要见你 我说 还有我带他去 他躺在床上 不是 他躺在那个 躺在那个沙发上面 我过去 他就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请你为我祷告 他说 我相信 他说我相信 你的祷告我会得医治 我就说 什么病 我想说是感冒 发烧 其实那是不需要找我 那个应该找医生 对吗 后来他就跟我讲 讲那些我就害怕 他说什么呢 他是见动人 见动人 见动的动是冰冻的动 冰冻的动 然后他就告诉我 什么叫见动人 见动人就是 渐渐不会动的意思 因为见动 他就说他的手脚 就是渐渐不会动 他说他的手脚都痛 麻 然后都没有自觉 他渐渐不会动这样子 我不知道这个病 他一讲我就害怕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必须先跟你讲 我没有医治的恩赐 没有医治的恩赐 他说没有关系 他说李长老 你为我祷告 他说我有信心 你为我祷告我就会好 我跟他说 问题是你有信心 我没信心吗 我说所以呢 我说我建议你去找谁 去找谁 去找谁 我刚才讲了很多人 都是我知道那些人 有医病的恩赐 那我就跟他讲 我去找他 他说你帮我祷告 我说你去找他们嘛 这些人我就跟你讲 我可以帮你打电话 后来他才告诉我说 那些人我都找过了 原来我不是first choice 你知道吗 我是到最后了 对不对 这叫什么 死马当活马医 对不对 所以他才找我 原来是这个缘故 后来我也不难过 我也不难过 因为这个人 是一个姐妹很爱主 那我就说好 那我就为你祷告 我说我在祷告前 我就先跟他说 我说我先跟你说 我从来没有明显的 医病的恩赐 我先跟你讲 以后我就回来祷告 我就祷告 他们教我传道理也在 就祷告 祷告完了他就走了 我就走了 他不能走 我就走了 过了不久 半年 收到他的信 用手写的 用手写的 字 写的歪七扭八的 他跟我说 这封信是我亲手写的 亲手写的 他说自从那天祷告以后 我就渐渐的就不 不那么严重 而且他说我后来 就可以起来行走 他原来就完全不能走了 他说我现在已经上班了 我现在已经在工作了 虽然还没有恢复到正常 我已经上班了 我已经工作了 他说我写信告诉你 让你知道 你的祷告蒙了垂听 其实我告诉各位 我一点信心都没有 我不仅当时 我后来我也不知道 那个祷告是什么祷告的 反正我就是祷告了 弟兄姐妹 这个不是能力 这个不是虔诚 这个是神所做的 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事情 当我们在为别人祷告的时候 我们很在意 我们有没有能力 我们很在意 我们是不是够虔诚 我们甚至希望那些 被医治的人 还要有虔诚敬畏的心 我们还跟大家这样讲 但显然彼得不是这样认为 彼得不是这样认为 他认为虔诚跟能力 不能使人得医治 是因为他的名 弟兄姐妹 第二 医治的目的 这里最后一个 医治的目的是要医治者 请你写下来 为主做见证 为主做见证 十五节 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 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 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 医治的目的 一方面是要被医治者 有回转离开罪恶的机会 而对于医治者而言 就是如果我们替别人祷告 那目的是要我们为主做见证 彼得医治的那一位生来瘸腿的 他就为主做见证 说主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 复活的主 所以医治本身不是目的 医治另有目的 当然我们感谢主 医治虽然不是目的 可是医治是神爱的彰显 是神爱的彰显 可是医治有一个目的的 医治的目的是为了传福音 医治的目的是为了做见证 为了见证主复活的生命 为了见证神的生命 到今天仍然在我们当中 是为了福音的传扬 这也应验了 主耶稣在使徒行传 一章八节的那句话 我们念完了就结束 主耶稣告诉教会 请注意听 就是你跟我 就是你跟我 一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请 做我的见证 今天圣灵来了 是为了接续耶稣 为了福音得以传开 圣灵来了 是为了让门徒所做的事 跟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 是一样的 圣灵跟耶稣都能够 医治生病的人 但是祂的目的 不是为了显示祂的能力 更不是显示我们有这个能力 祂的目的是为了让人知道 祂是生命的主 复活的主 祂能医治也能赦罪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耶稣的时代是如此 圣灵所带领的教会时代 也是如此 祂有医治的能力 祂愿意医治人的疾病 而祂医治的目的是 为了证明祂自己 是为了证明祂能够赦免人的罪 盼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在有病的时候 一方面就去看医生 不过有问题的 这完全不得罪神的 一方面请你好好为了自己祷告 不管你什么疾病 你都可以跟神祷告 我求神医治我 如果你医治 你就马上会想到 祂既然能够医治我的身体 就能够赦免我的罪恶 为了后面我们要更大的高兴 更大的高兴 你知道医生很棒 医生能医治我们的身体 医生不能什么 不能赦免我们的罪 不能赦免我们的罪 感谢主的恩典 我们来唱刚才的第三首诗歌 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好吗 唱最后一首诗歌 我的心 你要称谢耶和华 我们医治的主 复活的主 也是生命的主 祂愿意医治我们的身体 祂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恶 现在如果我们当中有任何 一位弟兄姐妹 你身体有任何的疾病 我们好不好 请你用你的手 按在那个部位上面 你为你自己祷告 如果神赐给我们信心 如果神给我们这个恩典 我们的疾病就离开我们 照着诗篇所说的 照着神的应许 照着耶稣所说的 照着圣灵所做的 急或不然 祂仍然是我们的神 因为 祂爱我们永不改变 好不好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 请你 如果你有这样子的需要 请你 手按着痛处 或者患病的地方 我们来祷告 如果你没有 你也可以 为一位你所爱的人 他的疾病 你为他祷告 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 还特别 做这样子一个特别的祷告 为了我们自己 为了别人 如果主耶稣能够叫 瘸腿的起来行走 祂如果要医治我们 没有任何的困难 我们现在可以为自己祷告 你暗所在你的痛处 或者需要的地方来祷告 我们众人都开口 亲爱的主 我再一次地把我的生命 主啊 我的脊椎 这里是我最大的困难 主耶稣 我求你自己来医治我 主啊 让我这个地方可以全然好起来 主啊 我求你赐给我信心 主啊 好叫我用看得见的 主啊 你的医治来经历 我看不见你的赦罪 主啊 我在你的面前来仰望你 主啊 我知道你的恩典绝对够用 所以我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我恭敬地仰望你 谢谢主的恩典 求你垂听我的祷告 主啊 你听到我们弟兄姐妹的祷告 主啊 我们安守在我们自己身上的 需要的部分 我们也或许是 我们用祷告来为别人的疾病祈求 求你让我们知道 天离地何等的高 你向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大 东离西有多远 你叫我们的罪离开我们也有多远 谢谢主的恩典 现在我请弟兄姐妹也为自己来祷告 如果你发现你有什么隐而未宪的罪 或者任意妄为的罪 我们现在有一点点祷告的时间 它是赦罪的主 一定要赦免你的罪 我们现在一起开口为自己的赦罪 在神的面前求恩典 亲爱的主 我来到你的面前 我求你自己帮助我 主 我把这些事情交在你的面前 我求你赦免我 主 我在这个自己上面 我求你让我当中得到你的荣耀 我求你自己来带领 我求你自己来保守 我们感谢你 主 我你是有主权的神 主 我求你赦免 谢谢主的恩典 谢谢主 谢谢主 主耶稣我们知道这个祷告 你一定垂听 因为你是赦罪的主 没有一个罪你不能赦免 你已经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你的宝血已经流出 你的恩典已经流漏 像一道江河从神的宝座流出来 谢谢主耶稣因为你是大祭司 而且你是一次献上完全的祭物 就是你自己 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求你自己来帮助 来保守 来医治 来赦免 谢谢主 求你听我们的祷告 赞美你 谢谢你 谢谢你释放我们 释放我们从身体的难处里面 从罪恶的禁锢当中 谢谢你 敬爱的天父 敬爱的主耶稣 圣灵宝会使我们来进 敬爱你 你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求你悦纳我们今天早晨 所带来的诚心 我们喜欢敬拜你 我们喜欢回应你的爱 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带着金钱 奉献在你的教会里面 求你赐福 求你悦纳 我们现在要离开 去过一周敬拜的生活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交通 安慰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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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